进入新的一年 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预期如何 我觉得没准明年又会是一个爆发期 智慧城市建设 技术助力于打造高效服务型政府 最先的突破口在哪里 怎么样让政府的一些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在线化 就是我们讲叫老百姓跟政府双在线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 政府代表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 将做客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共同聚焦 科技新生态的融合 与创造城市新价值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2019智慧城市生态论坛的精彩内容 主题是融合科技新生态 创造城市新价值 共有八位嘉宾参与 他们分别是 朱俊伟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于京怡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执行院长 龚旭华 上海市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石涛 上海市委党校国有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石翔波 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 张鹏国 浙江与世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杨明 上海新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论坛主持人孙瑞奇 第一财经主持人 首先上场的是 今天的主讲嘉宾杨明 上海新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 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及发展趋势 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 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人工智能算法其实这个问题太大了 其实我首先想澄清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探讨算法的发展的时候 其实有几个概念 第一是说如何从一个算法发展到一个产品 它其实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说算法研发 算法研究 在研究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其实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是否可解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说 它这个技术本身是不是可用的 这个阶段情况下我们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用更多的这种真实的数据 去这个算法去进行测试 看看它们有没有一种泛化能力 能不能够比较通用的应用到各种问题 第二我们就要考虑一种资源了 到底需要多少硬件资源 需要多少这种计算资源 需要多少存储 需要达到多少的并发的程度 是不是能有一个很好的 公用的一个接口让别人调用 在这个阶段之后的话 这个技术这个算法本身 才达到一种可用的一个阶段 那么最终的话 我们是要达到产品 那考虑到到底哪些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我们是不是能够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 我们要区分一下 它是不是这种算法角度是可解的 还是说技术角度是可用的 还是产品中我们已经可以销售的 我觉得从探讨各种人工智能算法 它的这种发展阶段成熟度 我们还要看一看 它到底是从问题角度是可解了 还是说它从技术到 在产品中完全可用了 回到这种深度神经网络的发展 距近两年 从18到19年 我的感觉呢 从学术或者从研究角度来说的话呢 现在算法研发是有一定的平台期 当然我觉得这种技术 跟这种算法的演进 它都不是一个线性的 它都不会是说 每年都有一个均匀的改进的 那我觉得每准明年 又会是一个爆发期 那么具体来讲 对于深度神经网络 它现在呢 存在着这些挑战跟问题 首先呢 它是一个黑盒模型 在神经网络中呢 你会学到很多大量的参数 但这些参数呢 对于人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完全 不可以理解的一个黑盒子 那我们就需要能够想一下 如何能够去解释这个神经网络 去分析它发生了什么 第二呢 是这种神经网络 是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 需要很多这种非常昂贵的标注的工作 那我们是否能够用一些 一个少量的标注 性能也很好的一个模型 第三呢 是通常来讲 神经网络也没有需要 大量的计算跟存储空间 那么我们能不能 把它实现在一些 资源受限的情况下 能够去实现类似的效果 那第四个呢 是说这种神经网络的结构 这个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 它是一个自动化的 但是这种结构的本身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需要人工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能不能进行 一个自动化的网络搜索 神经网络中有上千 或者几百万几亿的这种参数 那这些参数到底是什么含义 对最终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 这是一个例子的 我们看左边有一个 熊猫的图像 它很清晰的是一个熊猫 那么现在神经网络 也可以把它分类成熊猫 但是如果我们加入一点点 有针对其中的噪声 那么一个非常现代的神经网络 它会非常有自信地说 这是一个长臂源 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 在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应用中 比如说医疗 金融 自动驾驶 神经网络可能在很多的情况下 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是在一些很奇怪的情况下 它可能得到一个非常错误的结果 而这个错误的结果 不光是我们研究员很难解释的 它更痛苦的时候 我们很难给客户解释 所以这些就是神经网络 目前存在了一个可解释的问题 之前是说 针对神经网络的一些改进 那么现在在谈到两三个 我觉得是现在非常火的 一些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个是增强学习 对于一个大脑或者一个机器来说 它每次只能在它自己 可以选择的这种行为中 去选择一个行为 那么环境会给它一个反馈 给它一个好与坏的反馈 并不是给它一个 非常真实的标注值 那么得到一个好与坏的反馈之后 你去改变自己的策略 这样的话 一步一步地去学习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是更符合 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的 一个解决的思路 第二个方向 是这种叫生成对抗网络GAN 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想法 第一个是叫生成模型 它生成模型 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得到一张 以假论真的图片 你只要给我一些输入 这个输入不是一个真实的图像 你给我一些指导之后 我生成一个图片 另外会有一个判别模型 判别模型 它去判别你这个生成的图片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去要求你生成的更真实 那我去判别你的时候 我会判别的更准 那么这个经过一个迭代的训练之后 可能两个模型的性能都会很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GAN 跟增强学习 可能是目前我们去解决 强人工智能的 可能看到的一些思路跟方向 当然最重要的话呢 我们还要回到一个方向 就是内脑学习 我们现在的神经网络 可能需要一个巨大无比的神经网络 需要几十台这种GPU的机器 需要耗费很多的这种能源 去算一个简单的问题 而我们的人脑呢 只有20瓦的功率 可我们可以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 非常高性能低功耗 这说明什么呢 这顺便我们人工智能算法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长的路去走 非常长的路去能够达到 人的这种智能的水平 好 谢谢大家 上海的AI加政府服务架构 是如何构成的 我们有很多的层面 包括我们五横三重 既有的能力层的 又有感知层的 还有洞察层的 包括我们学习层的 最后是应用层的 如何进一步促成 城市精细化之理的数据共享和开放 数据之间的接口和标准 这些是谁来制定 怎么去制定 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2019智慧城市生态论坛的精彩内容 主题是 融合科技新生态 创造城市新价值 在刚刚的节目里 上海新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杨明指出 近两年 深度神经网络算法研发 进入平台期 期待新的爆发 神经网络的可解释性 对于医疗 金融 自动驾驶等关键应用至关重要 他认为 未来的神经网络发展 有以下几个方向 一 增强学习 二 生成对抗网络 三 累脑学习 是人工智能更好的方向 那么 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科技赋能之下 城市的发展如何更加精细化和智能化呢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圆桌讨论环境 参与的嘉宾有 朱俊美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余经宜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执行院长 龚旭华 上海市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石涛 上海市委党校国有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石翔波 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 张鹏国 浙江与世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杨明 上海新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论坛主持人孙瑞奇 第一财经主持人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智慧城市建设 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的过程当中 大数据中心 其实承担着我们上海的 非常多的数据的拉通 挖掘的工作 我们先听听朱主任 有什么样成功的经验的分享 我们主要在做 整个城市的大数据的一个 整合治理 那么我们下一步 结合我们政务服务 会推出一个 AI加人工智能的工作计划 可能年底前我们就要发布了 我们正在征求各个部门 各个区的意见 然后也找一些试点的部门 试点的区再进行一些尝试 包括AI加审批 AI加政府的综合监管 AI加我们的政府的服务 我们有很多的层面 包括我们五横三重 既有能力层的 又有感知层的 还有洞察层的 包括我们学习层的 最后是应用层的 我们设计这么一个架构 谢谢朱主任 余教授 对智慧城市的建设 你们有什么样新的思考和发现吗 在城市层面来说 其实我们也逐渐地在探索 就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 感知城市的数据 比如说我有很多的车辆 我有很多的行人 而我的兴趣其实只在几辆车和几个行人身上 怎么样能够做快速的这样一个对焦 能够对焦到人的身上 对焦到车的身上 做更好的这样一些分析 再把它叠加到这样一个二三维重合的 这样一个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去 可以做更有效的数据分析 那么落地在智慧城市这样一个平台上 可能是最好的AI的一个应用 谢谢这个余教授 我们分享的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公主任对于城市治理 尤其是精细化治理的一些思考 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城市精细化管理怎么管 我们要到更高一个层次 不是我人来跟机器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机器跟机器对话 神涛教授 智慧城市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 有哪些概念和领域 包括行业的发展的一些关键点 您觉得在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新的思考 提示我们又要开始关心了 从目前来看呢 比如说我们从算力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很多芯片 还是从国外进口的 这个芯片 实际上包括其他的一些跟算力有关的 实际上我们还存在薄弱的一些环节 还有算法 算法我们也摸了个底 实际上我们的这种通用算法还是有基础的 但是呢这种核心算法和专业算法 实际上还是有薄弱环节的 我们的很多的比如仿真的软件 很多的实际上还是购买美国德国这些的 所以呢这方面还有带加强的地方 还有数据 我们今天讲到智慧城市 这个数据孤岛怎么去破除 实现互联互通和共享 但是我非常可喜地看到 我们今天上海出台了上海公共数据 开放了一个展形的办法 我相信这个呢对大家是 对所有的做人工智能智慧城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这里边我觉得要关注一点 就是我们数据之间的接口和标准 这些是谁来制定 怎么去制定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先报告一下 其实刚才那个石教授讲的一些这个情况 确确实实实阿里也一直在迭代 我觉得首先过去十多年智慧城市的建设 今天我们依然还在提 但是这个差异是在哪里呢 就过去十多年智慧城市的建设 更多偏重于建设 很少注重运营 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领域上 可能已经花了很多功夫 做得也非常强 但是后期是没有运营的 另外一块呢建完了之后 这些数据没有变成真正的资源 如果数据没有把它再现 这是不能成为一个资源呢 第三个呢 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的数据智能 数据智能其实在某一些条件里面 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在跨部门协同上 在跨领域方面 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做 所以我们城市大脑在杭州也罢 包括我们在上海 包括我们在重庆 在北京 有很多领域 在做跨部门协同的事情 就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 类似于城市大脑这样一个平台 城市大脑会是一个城市 接下来在新的建设领域里面的 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想把数据作为这个城市的新的资源 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底座 过去在几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面对这种新增的这个业务需求 基本上我们算了一个比例 增加20%左右的投入 就能够满足70%业务增长的需要 这是一个城市在新的阶段里面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以城市大脑作为依托 这样一种方式 对整个城市未来 整个计算 治理 服务 新的需求 我想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依托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谈到就是在新型的智慧城市里面 信息化建设的孤岛现象比较严重 那其实这种信息化的孤岛 其实也是直弄孤岛 因为原来各个条线是非常强的 它是一个自闭环自循环 但是现在新的治理需要 这种自闭环自循环满足不了 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了 跨部门的协同是需要网络化的 是需要政府在线 今天老百姓通过我们各种社交平台 它已经实现在线了 但是政府没在线 怎么样让政府的一些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在线化 就是我们讲叫老百姓跟政府双在线 所以我想就是从在线协同和智能 这个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 谢谢石总 那接下来两位呢 是来自我们的这个行业优秀企业的代表 你有没有什么样觉得拥抱变化的一些新的思考 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刚才朱主任讲到这个大数据的事情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的等待我们突破进去 但这些感知技术突破之后呢 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呢散落各处 散落在各个职能部门 散落在政府和企业之间 如何能这些数据共享 共治 同时非常好的平衡好 隐私 知识产权 然后政府 企业 公民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急迫的话题 关于认知智能这个事情 我觉得 其实现在有三个技术流派 第一个流派是叫端智能 第二个流派叫云智能 第三个流派叫边缘智能 端智能最大的问题是工程化 场景化 落地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挑战非常大 云智能的最大的挑战是线路的费用 4G本身就很贵 我相信5G在一段时间肯定比4G还要贵不少 所以我觉得呢 怎么能平衡好云智能和端智能 也许边缘智能是一个比较折衷的方案 就是既有云智能的灵活和异部署的特性 又没有它的刚昂的线路成本 同时也没有端智能那么复杂的工程化和场景化的挑战 我们在这一年中呢 能参与了一些这种智慧小区 智慧港口的一些个建设 在这参与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感受 第一感受呢是说 我们是以这种算法为核心 能够有效应的工程化 把一个算法真正落地到这种真正的解决方案中去 这是一个感受 第二感受是说 即使对于算法本身来讲 可能我们用很快的时间 就能够解决95%的情况 但可能有5%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搜集这个数据 去标注 去重新的训练 所以呢 我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和解决方案呢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把它一下子就交付给客户了 它其实呢 也会有一个浴营的概念 在一个浴营的过程中 去不断地去完善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把产品扔出去就可以了 更加人性化的智慧城市建设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它是否能在民众 在方便快捷和隐私安全之间 是否能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政府如何更好地拥抱人工智能 政府先用下来 这是一块 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主动开放场景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呈现的是2019智慧城市生态论坛的精彩内容 主题是融合科技新生态 创造城市新价值 在刚刚的节目里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朱俊伟表示 下一步 上海将推出AI加人工智能的架构 提升政府服务能几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执行院长于经已指出 三维架构可实现多角度图像 和更高效的数据分析 是智慧城市平台中较好的AI应用 上海市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龚绪华指出 由人机对话上升为机器间的智能沟通 可进一步解决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难题 上海市委党校国有资本研究中心主任石涛指出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共享 制定数据接口的标准很重要 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石翔波指出 智慧城市要解决重建设 轻运营的问题 数据资源化的工作很重要 打破信息孤岛 打造服务型政府 需要实现政府和百姓双再现 浙江与世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鹏国指出 数据是从感知智能通向认知智能的桥梁 需要共享共治 上海新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杨明认为 人工智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需要在运营中的持续完善 那么服务于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 还需要怎样的完善和加强 朱俊伟 于京仪 龚旭华 石涛 石翔波 张鹏国 杨明和孙瑞奇正在阐述各自的观点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在智慧城市 城市精细化管理上 我们的人工智能 我们的物联网技术 能够去做什么样的研究和挑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建设工程 在座各位可能很多都能碰到 建设工程的审批是非常复杂的 它从项目立项到规划设计 最后方案设计到军工验收 虽然说是短短的 简单来说是四个环节 但是它排列组合的这个场景 也许就有几万种场景 我们有大数据 我们有人工智能这个技术 可以把这几万种场景 可以通过机器的算法把它固化出来 通过我们人工大数据去分析它 那么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相信我们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 能够充分地和我们政府的应用场景去对接的 那么我们很多在推进过程当中 有碰到很多公司 他们跟我们说人工智能 先人工再智能 我们听得就很懵嘛 就是人工解决不了 我们要依托智能 你跟我说先人工再智能 我怎么做呢 人工智能也不是万能的 它最终还是需要人来做的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程 而且这也是一个逐步迭代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在这边其实就是两点 我这边要做好 那一点就是大家都说政府是滞后的 那么在拥抱人工智能这件事上 我们目前是还走在很前面 自己加压 先把这块东西大家都不理解 不知道怎么用 那么政府先用起来 这是一块 第二块就是我们主动开放场景 把我们上海的整个智能城市 我们鸿口周一个样本区把它做起来 谢谢 我们以后推动这个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好 人工技术推动也好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宝地 上海的市场环境 上海的营商环境好 要更好的积极主动的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企业 更好的加强市场队伍的建设 市场销售队伍的建设 因为我们做的技术特别的好 但是呢好像这个在推广这个实践落地方面 好像还有临门一角 我倒是在这点希望企业更好地发挥它的主体作用 最后呢我就希望政府无形的手和市场有形的手 大家形成一种合力 更好的推动城市发展的更智慧更灵巧 我觉得最终落到人的身上 让这个城市呢更有温度 在过去阿里在那么多城市里的实验当中啊 其实我们想这些技术公司 包括我们生态公司的角色 就是一个技术服务方 提供技术能力来配合 来助力政府业务部门一起来做协同创新 单靠企业它创不了心 如果说把这所有的事情 单独交给哪一家企业 就类似于像阿里这样的企业 也真的非常非常难 它只擅长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双十一上面的客服 我们95%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小密去实现的 然后93%靠人工智能解决了 还有剩下的5%跟7%是靠人解决的 但是先有了机器智能 然后人来配合 他接到你电话的时候 马上就对你这个人前面那些情况 有一些综合的分析出来 所以我想就是提供这样一些场景 是政府跟企业一起来做的 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我们政府一起配合 在上海能够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谢谢 作为智慧城市来说 我觉得有三个指标是应该作为衡量标准的 第一点它是否提高了这个社会管理的效率 是否提高效率 第二点是否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 第三点它是否能在民众在方便快捷和隐私安全之间 是否能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这三个指标如果能做到 就是一个智慧城市的样板工程 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技术 在智慧城市的场景落地 我觉得这个关键呢 不完全在技术 我觉得更多还是在这个论坛的主题 在于生态 因为智慧场景这个应用场景非常的复杂 需求也很复杂 参与方也很多 更多的有给大家一个交资的机会 能够更多的去磨合 更多的去互相理解 最终能生成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健康的生态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这个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落地的一个关键 好 谢谢 几位嘉宾共同探讨了他们眼中 城市如何精细化管理 我们的智慧城市究竟如何建设 讲到了一些经验的分享 也讲到了他们认为的难点痛点 也提出了对未来建设的一些希望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他们 谢谢 祝愿第一财经的中国经济论坛 越办越好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思想照亮未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